蚵仔在沙洲跟潮間帶跟外傘頂中間 牠每天在這裡做SPA 做晒溫暖 而且又沒有汙染 零汙染 牠長得又肥又大 所以牠好像喝了牛奶 其實牠有沒有喝牛奶 牠是沒有喝牛奶 只是牠長得像牛奶 那白白胖胖的 所以我們稱牠為牛奶科 然後到這一個地方 我們就向 我們先到生態法 先上一下廁所 然後我們再繼續往下一個行程 等一下在這一個路口就要向手轉 所以要到裡面去看嗎 沒有我們要 看哪一棵樹 對 我們剛才第一站停那一棵 華盛頓椰子 好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氣象樹 我剛才沒有介紹再補充一下 氣象樹呢 有人說 暴風雞條一支雞 幾年都是青青青 阿特海 對就是這一棵 特海的人就要先看牠 阿等這的人也來找牠 阿現在呢 還要吃飯也都來吃 阿哪兩的人 又更愛牠 所以呢 它是一台免費的冷氣精 而且呢 又是一棵氣象樹 早期這一棵氣象樹 它會傾斜45度 就是颱風要來了 我們就不敢出門 就是看牠 阿現在呢 變成我們觀光旅遊 用來做休閒的地方 好 聽起來我們就在這裡停一下 然後廁所在我的酒所邊 然後廁所在我的酒所邊 這棵氣象樹 都是在禁煙的地方 還有